1919年巴黎街头 顾维军的马车和一群伤残老兵下路相逢 顾维军有心让路 可看不惯富人 更瞧不起中国人的老兵 不管不顾地打砸起来 铁锤砸碎了玻璃 车夫被群殴 顾维军也受了轻伤 当他赶到巴黎和会时 略显狼狈 影片开始这场戏也是交代了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之低 而顾维军来此的目的 就是改变这一现状 为中国争得一席话语权 1919年一战结束后不久 中国作为战胜国来参加巴黎和会 并派遣陆总长顾维军等外交人士 为权权代表 当时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 四分之一的大国 本应得到五个席位 却在和会前 被临时通知 五个席位削减为两个 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 陆总长和顾维军 只得寻求巴黎和会主席 兼法国总理克里梦梭的帮忙 没曾想 遭到非常无理的对待 克里梦梭身着基建服 抽着雪茄 在基建市接待了中国代表团 整个人的态度非常随意 像是在看一个 不重要的手下汇报工作 他随手指了一个地方 让陆总长和顾维军坐下 顾维军没有坐下 优雅绅士地说道 我们有时间等您 克里梦梭一条眉头 自言自语道 真是个挑剔的外交官 然后请顾维军和陆总长 去客厅稍等 他收拾一下马上就来 可他这一收拾 就不是马上的事了 既要洗漱更衣 又要修剪鼻毛 百无聊赖的陆总长和顾维军 商讨起本次和会的策略 陆总长主张示弱 在收复山东这一问题上 取得英法美意的同情 以此获得支持 顾维军则主张平等外交 合纵联合 而且日法两国关系微妙 在战前就有秘密外交 如果让法国转向中国 只靠换取同情 恐怕是吃人说梦 陆总长不耐烦地斥责顾维军 让他闭嘴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 顾维军的主张才是对的 不像顾维军那样做 根本不足以让西方人 看清中国人的脊梁和血腥 许久之后 克里梦梭团队姗姗来迟 他们对中国席位 降为两个做出解释 整体意思是 日本甚至都不希望 中国出席和会 现在肯给你们两个名额 你们该知足 示弱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陆总长和顾维军 无功而返 这是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的 第一次败退 巴黎和会正式开始 中国方面只有三个诉求 一 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 二 废除中日21条 三 拿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 彻底获得山东主权完整 前两条诉求已经都被驳回 只有第三条还有讨论的空间 但当时 在中国政治格局中 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洋政府 根据北洋政府指示 讨论过程中一定要隐忍 切不可以别人发生争执 万事都要和日方代表协商解决 北洋政府的指示 让顾维军等人进退为谷 顺从他意味着背叛国民 背叛山东 反抗他意味着顾维军等人 可能失去全权代表的资格 也意味着他们未来在国内的前路 会无比艰难 所有人满心愤懑 却不知如何是好 在大家还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时 某天下午两点 核会突然通知中方代表团 日本提出 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 要求中方在下午三点之前 阐述自己的立场 否则就按照日本的请求实行 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明摆着是给中国人难堪 代表团怒不可遏 陆总长让顾维军 全权处理此事 会议开始 高傲的日本代表首先发言 大骂中国人无耻 在一战中毫无贡献 未出一兵一族 还敢舔着脸作为战胜国参加和会 针对山东问题 他又拿北洋政府与他们签署的21条说实 21条中明确指出 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山东属于日本名正言顺 理所应当 说吧 他洋洋得意地走下台 轮到中国代表发言 顾维军向所有人展示了一块怀表 这本是日本代表丢了被他捡到的 但他却对所有人说 这是日本代表为了讨好我送给我的 这个谎言被日本代表当场拆穿 日本代表怒斥他是个小偷 这属于盗窃 是无耻 是极端的无耻 台下其余各国首脑和代表团怯笑不已 顾维军目光锐利地盯着日本代表说道 木野男爵愤怒了 他真的愤怒了 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 那么我倒想问问木野男爵 你们日本 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 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 该不该愤怒呢 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 我想请问 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大气 是不是无耻啊 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日本代表被气得头晕眼花 顾维军停顿一会儿 继续说道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 山东就如西方的耶路撒冷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 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刚才木野先生说中国是为出一兵一族的战胜国 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 战争期间 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十四万 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 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 在流血 在牺牲 我想请大家再看一张 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共墓地照片 这样的墓地 在法国在欧洲就有十几个 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 我希望和会在讨论中国山东省的问题时 会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 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 否则 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哭泣 世界也不会得到安宁 顾维军的这番演讲瞬间火爆全球 消息传回国内后 中国人民的士气大震 但北洋政府却怒极了 他们连发几封电报 斥责顾维军对日本代表不礼貌 要求陆总长撤销顾维军的代表资格 对于山东问题更是直接严密 切勿强硬要求日本交还 中日之间的交涉也不要提意见 要完全顺从日方要求 最重要的是 对待日本代表 绝对不能出现奋争之态度 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完全就是日本的傀儡 这让整个代表团深感无力 越是这种时候 他们越是不能失去顾维军这样能说敢说的大将 陆总长威胁道 如果不能保住顾维军的代表资格 我马上辞职 这才将顾维军留下 之后的某一天 日本代表团住所被炸 紧接着 法国总理克里蒙苏遭遇枪击 身中六枪 人人都怀疑是中国人所谓 就连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公使也这样认为 他们知道顾维军有个发小削客检 为人激进 在国内就经常抗议游行 先到了巴黎 也因为抗议被抓进监狱数回 爆炸刺杀的事情 会不会是他搞出来的呢 这种怀疑简直可笑至极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就先往自己人身上扣帽子 真是庸人自扰 而事实真相也打脸了这些庸人 凶手是个热血法国人 因为看不过日法对中国的欺压 做出了他心中的正义之举 顾维军这边 他正在和肖客检争论如何爱国 肖客检提倡用武力去抗争 而顾维军相信 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合理权益 可事实却并未如他所想 日本在最高会议上发出警告 山东问题如果不按日本主张处理 日本将不在法尔赛合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的目的 就是让各国在法尔赛合约上签字 以此条约瓜分德国 削减德国势力 英法首脑听到日本要不签字 立即选择支持日本 美国总统 在反复权衡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之后 也选择牺牲中国 为了让中国欣然接受牺牲 他们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山东主权归中国 经济包括铁路归日本 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偷了别人的钱包 把里面的钱拿光 再将钱包还给主人 无耻至极 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他们又让中国做选择 要么按照21条半都给日本 要么就用折中方案 古维军没有陷入他们的逻辑陷阱 不在两者间选择 而是重新分析国际形势 日本野心勃勃 他的企图绝对不止一个煽动 今天和会同意了日本的诉求 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 更在亚洲种下祸根 对中国不利 对世界和平也不利 其他首脑认为 这是危言耸听 并不相信 还站在道德制高点 希望中国能为世界和平 做出贡献 接受此方案 如果中国接受 作为补偿 他们以后也会站在中国这边 可这话说得好听 现在都不支持 又何谈以后 这分明是一场 强盗分赃的和会 严重触犯了中国人民的底线 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北京时 民众顿时陷入一片沮丧 和愤怒的情绪当中 5月4日 中国爆发了反地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国内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民众纷纷要求代表团拒绝签字 巴黎境内 以萧克简为首的爱国分子 也爆发示威行动 但遭到法国警方的严厉打击 可暴力镇压只会激发 本就高涨的情绪 在法流学生 对中国代表团的无作为 严重不满 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 暗杀代表团 对代表团来说 国民对他们不理解 北洋政府又一再给他们施压 让他们赶快签字 陆总长扛不住压力 决定离开巴黎 他是个软弱的人 没有勇气拒绝签字 但良心不允许他去签字 不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所以只能逃避 当顾维军得知陆总长决定离开 不再争取时 悲痛地落下一滴眼泪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住处 又被华侨挡在门口 大家纷纷要他给个准话 保证不在凡尔塞合约上签字 顾维军解释着外交事务的复杂性 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 却被激昂的群众当作是在诡辩 北洋政府的无耻 并肩占有的逃离 同胞的不理解 让顾维军心绪难平 他躲进钢琴室封闭自己 而他的发小肖克剑 正在策划着一件大事 为了向世界表明山东是中国的 为了表明中国人 捍卫山东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 他决定以死抗议 他在巴黎和会的大楼前 铺上了英法美三国旗帜 然后点火自焚 以身殉国 熊熊大火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 赤红的火焰 将这狂妄黑暗的世界照亮 顾维军被深深触动 1919年6月28日 法尔赛合约签字当天 各国首脑签下自己的名字 盖下印章 最后轮到中国 顾维军在巴黎和会 发表了最后一番演说 我很失望 最高委员会 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 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我很愤怒 你们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 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人之一尽 我想问问 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 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 请你们记住 请你们记住 中国人 永远不会忘记 这沉痛的一天 1919年6月28日 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中国人第一次向列强说不 我的1919是由黄建中指导 陈道明主演的历史剧情片 影片以顾维军的视角 讲述了一段一百年前的外交风云 说起顾维军 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著名学者温元宁提起顾维军时说 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军博士 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 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事实也确实如此 回顾顾维军的一生 24岁 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27岁 成为驻美国公使 34岁 出任外交部长 在他的外交生涯中 从巴黎和会开始 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官 步步艰辛地转手为功 极力争取民族利益 1922年 顾维军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 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复约 修正了凡尔赛合约 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 至此 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 和交际铁路立权 在这之后两年 他还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协议 废除了苏联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 越来越活跃 姿态也越来越积极主动 到1945年 顾维军出席旧金山会议 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 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从1919年的拒签 到1945年的签字 短短26年 中国外交实现了质的飞跃 而现如今 若国无外交已经彻底过去 正如王毅外交部长所说 今天的中国 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 今天的世界 也不是百年前的世界 如果想揭烂苏 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敲诈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成果 恐怕是白日做梦 必将自去其辱